与会企业家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既是对峰会过往成果的肯定 也为峰会提出了新的期许 而这就是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峰会的十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习总书记 特别发来贺信 他也高度的肯定了我们这个峰会 对于两岸经贸交流的合作 两岸经济深入融合的发展 以及协助台商台包 在这个部分会台政策的落实 所取得的重大的贡献 非常的感动 两岸的经济就是中华民族的经济 也是两岸同胞的生命共同体 如何去利用企业家这个平台 共谋经济发展 也为伟大民族复兴来贡献一些心力 而且我们台资企业 深耕祖国大陆数十年 既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也是经济红利的分享者 未来的企业家峰会的话 一定可以融合两岸企业家的优劣势复补 让我们的台资企业在足够发展 一定会迈入新的里程碑 在大陆发展多年的台湾青年企业家 徐涛表示 贺信体现了大陆对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的善意与决心 共促发展 共谋复兴是两岸同胞 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台商台企绝不能缺席 其实习总书记这一次给我们 贺信其实非常的感动 因为当中提到了两岸 接下来应该要更加深入的融合发展 是融合发展跟高质量发展 这也是符合了我们现在 中国是现代化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一个这样的定位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 也符合国家整个政策 然后并且配合进来 我相信对我们台商来说 也会更加的进入到 大陆的整个产业链 整个体系当中 也会更加分布开彼此 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 把握历史大势 永担时代责任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共同创造祖国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对此台湾海峡两岸 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高孔莲 以ECFA为例表示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 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没有稳定的两岸关系 经贸交流就无从谈起 两岸好 台湾才会好 ECFA对台湾的经济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它会增加我们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如果没有ECFA的话 传统产业跟中小企业就会外移 这外移的结果 当然就减少在台湾的投资 那当然就是 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利的 它外移的结果 那是带来台湾基层员工的失业 而同时中高阶层的可能是外移 那中高阶层这些人 这个是台湾消费的主力 它外移以后 当然台湾的消费也会减少 所以综合来讲 我就是说我们要继续维持 这个台湾的经济繁荣的话 ECFA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民众应该要能够理解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要继续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